在游乐圈的璀璨舞台上有一位年轻明星正展露头角 他通过2019年热播剧陈清令一举成为顶流巨星 他就是肖战 肖战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气质 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更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无限可能性 随着陈清令的热播 肖战的致命度逐渐扩散至国际舞台 最近他在新加坡的一次活动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粉丝们甚至在金沙站 守护了整整四小时只为一睹他的风采 这一狂热现象不仅令人惊叹 更印证了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我们没想到肖战的身上有了新挂 这次箭头指向了肖战的恋情 一句话概括就是肖战恋爱了 正处于热恋中 最传言和他谈恋爱的那个人并不是别人 就是肖战身边的经纪人 还说这两个人早就打得一番水生火热 只是一直没有爆出来而已 他们为什么会被爆料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肖战对于经纪人张晶还是比较照顾的 有人拍到过肖战帮张晶领东西 也曾拍到过肖战给张晶打伞 基本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很多肖战的粉丝说 经纪人张晶并非单身 他已婚已孕了 孩子都上小学了 若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这个恋情就确实是毫无道理了 肖战本人对这些传闻始终未作回应 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并未谈恋爱 在公开场合肖战一再强调 自己目前的重心完全放在了事业上 他的这种专业态度和对事业的专注 也得到了粉丝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他们相信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肖战最应该被关注的是他的作品和对社会的贡献 而不是那些无端的私生活细节 肖战公开坚定的表示 如果有恋情 他会毫不犹豫的公开 并呼吁大家理性看待未经正式的传闻 避免对艺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在长达七年的职业生涯中 肖战经历了许多挑战和考验 黑粉的攻击和绯闻的困扰一直伴随着他 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作品质量 他勇敢的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 用实力证明自己 从陈希令到如今 肖战的进步令人瞩目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偶像 许多粉丝视他为榜样 努力向他看起 追求更好的自己 肖战的粉丝群体不仅限于国内 他的热爱者遍布全球 他们不仅对他的作品充满热情 还在现实生活中 寄予他无尽的支持 在新加坡的活动上 粉丝们风雨无阻地守候着他 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狂热程度 这种追星并非盲目地崇拜 而是对榜样的追随 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在追星的道路上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明星的光环 更是对梦想的追求 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与肖战一同闪耀在 追逐星光的征途上 见证更多的精彩时刻 此外在网上还传出肖战一夜之间 跌落神坛的消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源自于前段时间 微博之夜的明星热度排名变更 肖战从第一降到了第四 要知道在娱乐圈中 明星的热度排名 似乎总是瞬息万变 一些明星可能在短短时间内 迅速走红 而有些明星 则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光环 而前段时间微博之夜后 明星们的热度排名 引起了广泛关注 其中肖战的位置变化 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 原本在微博之夜 相关话题阅读量排名中 位居第一的肖战 突然在一夜之间跌至第二 然后又跌至第三第四 这样多位粉丝和观众 感到惊讶和疑惑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2023年的微博之夜活动中 全网话题阅读量榜单 引起了广泛关注 其中肖战已高达 42.2亿的话题阅读量排名第一 展现出他超凡的人气和热度 然而微博之夜结束后 网上就出现了大量榜单 统计明星们的热度 比如造型热度话题汇总 网话题阅读量排名等 在微博之夜 百度搜索量榜单中 肖战却排在了第四名 这样一些网友感到困惑 但当看到排在前三名的明星时 网友们立刻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因为诚意夺冠 黑马崭落头角 首先大家尽情为诚意鼓掌 没错就是他 以出色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作品 诚意稳稳地坐上了2023年 内与男星榜单的冠军宝座 排在肖战之前的这三位明星 无一不是当下娱乐圈的佼佼者 他们的影响力和人气都非常高 与他们相比 肖战的名次并不算低 毕竟能够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 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 已经证明了肖战的实力和魅力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 明星的热度排名 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包括粉丝数量 作品影响力 媒体曝光率 社交媒体互动等等 因此肖战从第一跌至第四 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 一方面肖战作为一位年轻演员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颜值 以及在多部热播剧中的出色表现 积累了大量粉丝 他的作品在播出期间 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口碑 这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人气和热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作品和热点话题的出现 可能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导致肖战的热度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粉丝们的关注和转发 对于明星的热度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肖战的粉丝们 在某个时间阶段 减少了对他的关注或转发的频率 这可能会导致他的热度排名下降 此外 其他明星的崛起和热议 也可能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 对肖战的热度排名 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除了以上因素外 还有一些其他可能的原因 导致了肖战排名下降 例如一些突发事件或负面新闻 可能会对明星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导致粉丝流失和热度下降 此外 娱乐圈的竞争激烈 其他明星也可能通过 更加出色的表现和作品 赢得更多的关注和热度 尽管肖战在一夜之间跌至第四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影响力减弱 或失去了粉丝的支持 实际上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 肖战在娱乐圈中的地位仍然稳固 他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和忠实的支持者 他的作品和表演 也仍旧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事实上 无论是排在第一还是第四 肖战都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明星 他的作品 表演和人格魅力 都深深地吸引了观众和粉丝 他不仅用出色的外表 更有着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 和不懈努力 在拍摄期间的他 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 力求为观众呈现最完美的表演 正是这种职业精神和才华 让肖战在娱乐圈中展露头角 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和支持 在这个年份榜单中 肖战一跌落第四 此外 繁花这部剧的成功 也展示了演员们的职业精神和付出 在长达三年的拍摄期间 唐嫣一直坚守剧组 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塑造中 星之类则通过性能的表演 将角色的孤独感呈现得淋漓尽致 胡歌更是凭借出色的演技 征服了无数观众 正是他们的努力和才华 成就了这部热播剧的成功 在娱乐圈这个顺兴万变的美丽场中 明星们的热度排名 或许只是一时的风头无两 然而真正能够长久的 立于不败之地的 往往是那些对演员事业 充满热爱与执着的人 无论是肖战 胡歌 唐嫣 还是星之类 他们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 成为了娱乐圈中 永不磨灭的璀璨明星 毕竟每个人眼中的顶流 都是独一无二的 从不同角度 对明星的漂亮也是有所不同 总不能咱家战战 把榜首都占据了吧 他也不是神 对吧 这么一看 榜单果然是个话题制造机器呀 让娱乐圈更加精彩 综上所述 肖战从第一跌至第四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综合作用结果 这包括作品影响力 社交媒体互动 突发事件或负面新闻等因素的影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肖战失去了影响力或粉丝支持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 肖战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仍然稳固 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去喜欢他 在娱乐圈中的地位仍然稳固 在娱乐圈中的地位仍然稳固